小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分享嘉飞猫旅行箱 还有神奇葫芦玩具袋 这是紫色 这是粉丝啊 上面有可爱的嘉飞猫 里面有好玩的玩具 外包装鱼行箱 本身就是一个玩具 很好玩 拿盖 拿水桌 一桌拆下来了 下面有两个轮子 上面还有两个轮子 是一个惯性旅行箱 像车车一样 具有惯性哦 我们把拉杆拉长 就是这样 带着它去旅行哦 它也可以当作车车丸 轻轻的一推 嗯 嗯 怎么 在洞 剪屎 啊 从这里 剪开 一包 好 好吃的 巧克力 对 细体 拼出来的就是这种形态的嘉飞猫 你家上面 一边插着勺子 一边插着叉子 一边插着叉子 戴着帽子 拆下来 拆下来 拼装拼装 立体拼图 一场的好门 一场的好门 上面有续号 一号 这边插着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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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 这边插着叉子 插上这个 它就能站立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好玩哦 吃巧克力的勺子 一包 鸡木 鸡木 是一只玩具 能提高小朋友们的 智力 粉色的葫芦 大葫芦 超级大 上面有葫芦娃 应该是大力士葫芦娃 有点 神奇的葫芦 还能发光呢 在这儿 上半部分 小朋友们 是不是很好奇 里面装了什么呢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在发光呢 是从哪里 出来的呢 啊 就是它 一个球 不亮了 然后我们 撞击它 又发光了 晚上 更漂亮 更明亮 牛奶巧克力 可以 两包 勺子 一大包 先装完去 是恐龙 好了 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 就玩到 这里了 喜欢 记得 关注 订阅哦 拜拜